看看詳細新聞內容 港鐵月底加價平均加幅是2.7%,最多一程加5號 有部份車程用單程飛,加幅高達12.5% 另外,繼續有800多個車程出現百達通收費高於用單程飛的情況 有議員認為這個問題要解決 6月30日起,市民搭港鐵要備新車費 平均加幅2.7% 成人用百達通搭車,所有車程都貴了 百分之7.3的車程,每程加5號 大部份車程加2號或以下 以上環來往東沖為例,成人車費會加5號去到20.3 加幅2.5% 油麻地來往金鐘加3號,加幅近2.9% 至於用單程飛乘車,加幅最高的是中環往外灣仔 由4元加到4.5,加幅達12.5% 加價之後,港鐵有878個車程 繼續出現百達通收費比單程票高 貴1號去到1元 如果小童用百達通搭港鐵 由紅磡去例景車費3.5元 但買單程票只要3元便宜5號 我們會逐步減少這個情況發生 有議員認為港鐵要解決技術問題 我認為港鐵始終不能夠用技術藉口去解決 因為人為收費制定票價去堵塞漏洞 繼續取巧、繼續賺到盡 每日港鐵有500萬的乘客量 都不能夠處理好技術上的問題 是於利不合的 另外,在新的票價調整機制之下 港鐵要將業務利潤透過車費優惠和乘客分享 服務表現獻家亦要罰款 再轉為提供優惠 港鐵今年要以1億6千多萬提供優惠 包括即日第二程糾折優惠 由7月1日開始到明年3月底 港鐵對上次加價是上年6月 加幅是5.4% 港鐵預計今次加價之後 會帶來3億6千多萬的額外收入 無線電視記者 郭嘉欣報導